之前先拿分享照顾张杰日常找并配文 这个放床上的小桌子 我怀孕的时候她给我端吃的在上面 现在她受伤了 换我给她端吃的放上面 看完这段文字 这确定不是在秀恩爱吗 夏娜可能也没有想到 自己在怀孕时所用的小桌子 如今张杰竟然能够用上 张杰在苏州演唱会上两只手指受伤 还造成了轻微鼓劣 真的很令人心疼 但她却没有在有伤的情况下停止工作 而是等忙完再选择休养 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优秀艺人 张杰吃的还比较清淡 有一碗汤还有一小盒面食 可能受伤后不能吃太辛辣的东西 会刺激到伤口 照片中张杰受伤的右手 有两个手指都还缠着绷带 桌上放了简单的水煎包和粥 饮食还是比较清淡的 这也是张杰受伤后难得休息 之前一直在忙工作 想必这段时间由娜姐亲自照顾 也会恢复得快一些 喜欢就订阅呗呗